纸片笋炒五花肉 今天来个新品的菜系 这个是笋片 这个是瘦肉 先来一口再说 既有肉的香气 又有笋的清香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找全部的好货 就是这样的 这个笋就跟我们平时卖的手锅笋 是一家的 一个厂家的 后面是厂家的所有信息 这个全部都是 手锅笋是需要扒皮来吃的 这个是直接 清洗一涮一涮 直接上火锅或者是炒肉来吃的 轻炒的也好吃 每包是350克的净含量 超大一盘的 什么价格 49块9 五包还给你包油到价 划不划算 大家可以尽情的去比价 这个我们就赚个跑腿费就算了 要过年了 那个吃点 涮涮油的 大鱼辣肉都吃多了 咱们可以来点笋 这个笋炒肉也好吃 你上火锅也好吃 直接这个清炒 纯素的也好吃 非常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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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小时候从来不吃肉 直接这个笋很嫩 直接炒熟了 配个馒头 来碗米饭 或者是 现在买回去 做年夜饭的时候炒什么肉 凉拌一盘 都可以 非常不错 强烈推荐哈 口味非常好 又嫩 吃法呢就是很简单 把这包装撕开 焯一下水 直接 再煲汤火锅 红烧 清炒油焖 都好吃 生产日期是2021年的1月20号 全部都是最新的 赶上过年了 不然早点找到这个好锅 是不是 早点给你们推荐 郑重承诺 绝对不添加防腐剂 绝对不添加防腐剂 后面的配料都有 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自己看 非常好 不够辣 再辣一点就更好 我记得我小时候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我甚至连粉条都不吃小时候我妈弄那个猪肉炖粉条 我一吃了粉条肉感觉痒痒 那个 到嗓子里来都感觉痒痒 一年到头也不吃一根肉 整个人都是瘦的 就跟那个 那两排排骨又滋着 我小肉特别瘦 三天两头的去打针 然后我现在自从生完我们家伴儿子 就是身体才变好 撞 胖 有抵抗力 然后也喜欢吃肉了 超好吃 四十九块有五包 包有不好吃 不好吃你找我 太棒了 就感觉找到这个货找的太晚了 早一点了 这个 Youtuber 这个是梦做法也特别多 你炒肉,你双火锅都行 炒肉,你双火锅都行 这个是一小鸚 这个是一小鸚